很棒 很优秀 很奇妙 我忘了 很奇妙 电影虽然落幕 梦想没有终点 哈利波特带给全世界的魔幻空间 将随着麻花们口耳相传 无限延伸 在施了魔法的世界里 飞田遁地 哈利波特从跌跌撞撞的飞天车 骑着扫把追金探子 一路进化到英勇的甲鱼鹰马 甚至骑成了巨龙逃出魔掌 被电脑特效所赐 天马行空的小说情节 才能从脑袋里 活脱脱地跃入眼前 从发狂的咬人书 到拉大格局 将整作片场 化为诡决的无尽荒原 随着情节发展 特效团队也犹如点诗沉浸一般 魔法越来越高强 事先以直升机拍摄模拟实境 在第六集混血王子的背叛中 最高摩西级伦敦地招之一 千禧桥的这一幕成为经典 成习过往每一集所呈现的视觉特效响宴 包括关键人物佛地摩 每每登场令人不寒而栗 也是特地下了功夫 细微刻画 从早期的魔幻怪蛋到剑区黑暗写实 尽管引发批评 后期似乎过于血性惊悚 不再适与儿童观看 不过哈利波特掀起的魔法风潮 还是让不少类似的电影 一国风跟进 但在终于原著之余 从美术设计 电脑特效 到剪接节奏 紧扣观众心弦 或许才是这部 史上最长系列电影 最大的魔力之一 哈利波特之所以轰动全球 除了J.K. Rowling 比公了得之外 简直像是书里走出来的人物 更是成功关键 2000年 当哈利波特决定搬上大一幕 谁来扮演这个灵魂角色 引起全球熟迷关注 演出哈利波特之前 只在BBC剧集 David Copperfield 客串过的戴尼尔 命中注定 是哈利波特的 不二人选 大大的眼睛 圆圆的眼镜 就是这张脸赋予哈利波特 新生命 10年来 丹尼尔雷德·克里夫 已经与这个角色 画上等号 从11岁的小男孩 演到21岁的成年人 丹尼尔不但成为 麻瓜的梦中情人 更累积4200万英镑 相当于台币20亿的宣家 不过年少成名 并没有对他的生活 带来太大改变 只不过随着丹尼尔登大郎 演艺事业面临平静 2008年 全罗演出百老汇舞台剧 平转型 2011年 再接再厉 挑战歌舞剧 How to succeed in business Without really trying 确实褒贬不一 相较之下 唯一的女主角妙丽 艾玛华特森 似乎更清楚自己的方向 出席第一集电影记者会时 年仅9岁的艾玛 完全不怕生 当时就被媒体预测 是一颗明日之星 随着时间流逝 当年可爱的女生 已经变成时尚名媛 各大品牌 真相邀约代言 为她赚尽 10亿台币收入 很有想法的她 在工作之外 也决定继续升学 当你小时 你说你不是太多 你认为那些角色 你认为那些改变了吗 是的 我认为我比较比较比较 所以是真的吗 我认为你真的有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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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在电影中 风头被哈利与妙丽盖过 不过鲁伯特德林特 却把荣恩这个甘草角色 诠释的让人不爱也难 十年过去 可以看出母国特 从当年确生生的模样 变得成熟自信 积极往演技派迈进的她 身价与妙丽不相上下 人生中的黄金十年 在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中度过 才二十出头的哈利 荣恩与妙丽 奇幻里程 还会延续下去